你去有些被人列了黑名單的看球的人 去到什麼地方就不准你入場 你未搞事我也不准你入場 因為你一搞起來 我後面的後果可以很大件事 張志剛漏口風 黑名單比喻學民思潮 你這樣說就是說 在國慶日星期禮 有市民和學民思潮成員被帶走 即是警方如果有合理懷疑 參與的人可能干擾儀式就會做事 你用這個比喻去比喻學民思潮 我覺得是絕對不懂 學民思潮是一個學生的組織 為什麼我們要比喻為 我們被政府列為黑名單 在升旗儀式進行期間 我們絕對不會喊口號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升旗儀式很莊嚴 同樣我們的示威都很莊嚴 張志剛還說 如果被帶走的人不服 可以隨司法提出挑戰 當日在查入場官禮公眾的背包 或者行李包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把這些指引發給入場的公眾 所以民政署說的規矩 其實公眾是完全不知道的 而且民政事務署的官禮守則有幾多條 根據哪一條來說人就還未交代清楚了 制錄裙 3